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 于是两个人去了 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荷的家里 就在那里躺卧 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 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 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荷说 那来到你这里 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 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 女人将两人隐藏 就回答说 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 他们是哪里来的 我却不知道 石亭这个地方原意是金和欢墓 也就是和尔义本所翻译的赵甲墓 那么是在金和欢墓平原的意思 地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 那么这个地方 又名亚伯石亭 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 最后安营的地方 约族亚不但在这里打发探子 去刺探迦南和耶利哥 也是他们开始出发过约旦河的所在地 那么一般学者都认为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特基法连 在耶利哥之东约二十多公里处 约瑟夫在其著作当中 却把离约旦河东岸大约十多公里的地方 那里种植满了中树的阿比拉 认作为就是古代的石亭 暗暗地打发两个探子 去窥探纳蒂和耶利哥 这里所打发的这两个探子 明显就是要并比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 去窥探迦南的海域 事实上约书亚所要打探的 乃是耶利哥的虚实 而这里却加上纳蒂 用以按指迦南全地 但是从整章的经文看起来 这两个探子所侦查的 却只有耶利哥这一个地方而已 在三十八年之前 摩西出窥探迦南地的时候 派出探子有十二个人 每一个支派一个人 但忠心勇敢的只有两个人 约书亚这一次只有派两个人 上一次的探子走遍了迦南地的东南西北 这次只窥探即将攻打的耶利哥城 摩西要做的是全域的战略安排 而现在战局已经布好了 由约书亚来执行的时候 采取逐城急迫的战术 第一个城也就是耶利哥城 那么它就是迦南的整个心脏地带了 石亭是在摩亚地 地理上和约旦河对岸的耶利哥 摇摇相对 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形成的最后一战 拉荷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 早期的教会历史学家 也有说她是客店的女主人 她并不是操着这种很悲贱的行业 她的家在耶利哥的城墙上 两名探子投诉到这个妓女的家 当为阉人耳目 若是说客店可以说更加容易的解释 事实上古代并没有旅设这样的设备 他们只可以在此借树 住在城墙上也方便他们离开的 两个探子为什么要住在妓女拉荷家里呢 原因是这是一个容易收集情报 不会叫人生疑的好地方 第二个拉荷的家建造在城墙上 很容易逃走的 第三神引领他们去拉荷的家 因为知道拉荷的心已经归向他 会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 来帮助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 神常常使用信心单纯的人 来成全他的大忌 不管他们过去是何种人 或者目前是怎么样的唯不足道 都无关紧要 拉荷没有让自己的过去 阻碍自己领受神的新任务 圣经是否赞同拉荷以谎言 来拯救探子的性命呢 圣经对他的撒谎虽然没有抨击 却言明撒谎是罪 不过希伯来书称赞拉荷对神的信心 参考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 却没有提到他撒谎 有人做出这几种解释 第一 神因为他的信心赦免他的撒谎 第二 拉荷只是欺骗敌人 那么这是打仗的时候所惯用的 所谓兵不厌诈 第三 拉荷不是犹太人 不能够按照神律法所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 第四 拉荷违背了讲诚实话的小原则上 而特定大的 来辞定大的原则 来保护神的百姓 拉荷救了那两位探子脱衔 从耶利哥王要拉荷交出探子 他却冒生命的危险 不说出他们的下落 反救这两个人脱衔 他自己和全家因此在这个城被毁的那一天 他们得救了 根据马太福音所记的耶稣的家谱 他是被提到名字的四位女性中的一位 第一章的第五节 马太福音 也是路德的丈夫 波阿斯的生母 大魏王的太祖母 路德纪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西伯来书的作者列他为信心的榜样 雅各说他是真能用行动见证所信的人 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五节 虽然拉荷的行为不符合圣经禁止说谎的教训 但他显然相信 以色列的神是唯一的真神 圣经所称赞的是他的信心 而不是他说谎的行为 我们从神赐给拉荷的信心 他的性命得保存 以及他被列入米赛亚的家谱里头 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看清楚 这真的是神的恩典的 继续读约苏亚纪二章五到第七节 天黑 要关城门的时候 他们出去了 往哪里去 我却不知道 你们快快的去追赶 就必追上 先是女人 领两人上了屋顶 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马街中 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 追赶他们去了 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 城门就关了 马街 长三到四英尺的亚麻草饼 先泡在水中 然后把它平放在平顶屋顶上来晒干 马街是亚麻的劲 长约一公尺 高高堆在屋顶上 晒干了当燃料用 那么拉河利用它来掩蔽探紙 巴勒斯坦的房顶是平的 在干燥季节可用来存放 或者晒凉东西 天气炎热的晚上 也可以作为乘凉的地方 当时巴勒斯坦的房屋结构 是可以通过外面的楼梯 上到这个房顶的 房顶异于通风 适合来晒干这个马街了 他也许有别的方法来拯救探紙 但是情况紧急 他必须做出一个抉择 很多人在不同情况之下 都会遇到进退两难的困境 我们不容易有解决困难的 万全的方法 幸而神不是要我们洞察一切 才下判断 他只要我们信靠他 照自己所知的竭力而行 拉河就那样行了 因他的信心得着料称赞 这里是一个重复与城门关了 那么拉河声称在关门之前 探子就离开了 皇家的差使去追这个探子 他们一离开城门就关了 任何时候拉河都可以通知别人 把他们抓起来 同时他们现在更必须逃离耶利格 因为如果差使盘算 自己可能被骗了 他们还留在耶利格 那么差使随时都可能再回来 但是探子完全无法想出逃离之路 因为城门已经关了 这也为拉河预备另外一条 逃亡的路线来铺路 写明在探子得以脱身的身上 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 若是没有桥梁 因为他们要找这个河 约旦河的渡口 他们可以涉水渡河的浅滩 可就成为了战略性的趣点 加利利海南端和亚木克河之间的一段约旦河 不容易来渡过 亚木克河往南到贾鲁德干河 那这个部分有一些部分有好几个涉渡的地点 耶稣列谷口 博善地区和对岸激烈之间的渡口 有特别的多 那么在这一些地区的南面群山逼近列谷 直到与亚伯河会合之处为止 亚当渡口在南面不远之处 约旦河两岸的地势从这里开始变得崎岖难走 要等到往南差不多二十里之后 才到得耶利哥的几个渡口的 好 我们继续读约书亚纪第二章八到第十节 两人还没有躺卧 女人就上房顶 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 心都消化了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在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 使红海的水干了 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网 西红和厄 将他们进行毁灭 从拉河的话中可以知道 这一个城人心已经涣散了 也可以看出他已经决定放弃迦南人的信仰 承认耶和华为他的神 并且相信他 也就是神 能够拯救他跟全家 拉河家的一个藏匿之处 也就是在屋顶 那么这可能是他家里头 顶层的一个甲板 第十五节说 他的屋子紧临城墙 也许是搭在城墙之上 以色列常有这一种防御的墙 这一类顶层 或者是住户睡觉的地方 拉河把探子藏在这里 并且向他们透露 耶利哥人的惧怕 又为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祈求 这个屋顶一定是一个全家最隐秘的地方 没有旁人可以出入 也没有办法窃听之余 这个细节凸显出来 拉河如何向探子吐露心声 这是希伯来人特有的表达方式 表明陷入绝望的状态 上天下地的神 不仅仅是希伯来人 连迦南人都拥有对神的知识 然而多数的迦南人认为 耶和华只是诸神之一 只是希伯来民主的神 因此他们的神观 与希伯来人的独一神观相距甚远 但是拉河的神观 大大超越了迦南人 他承认以色列的神 是广大无边的最高之神 我们听见当中的这个我们 或许可以说包括了所有迦南地的居民 但是耶利哥所有的居民 无疑都包含在里头 他们已经得知耶和华为他子民 所行的许多的事 这些资料可以说明 拉河是从哪里认识神的 也成为他会在第九节 做出信仰告白的原因 这里所讲的两件事 正是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起头 与结尾所发生的事 描述耶和华如何使红海的水干了 这个字 那么在圣经当中是头一次出现 它在第五章二十三节再一度的出现 意味过约旦河与过红海是有关联的 这个说法与出埃及记的记述 有一点点出入 按照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六节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记载 是摩西听从上帝的吩咐 向海伸脏 海水就分开 以色列人下海走这个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员 而不是整个红海的水干了 另一方面 这海岸原文的旨意应当是如为海 而不是红海 那么拉荷在此所使用的话语 若不是比较后期出于祭典的话 便是记述者为了要跟本书卷第三章十七节 第四章二十二二十三节的话 是相一致的缘故 从圣经的历史当中 亚摩利人是古代耳熟能详的一个民族 他们大概在祖前二十三季前后 已经进占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 并且南下而后建立了巴比伦王国 他们是游牧民族到处的流窜 在略得别世主的居地之后 也会定居下来 摩西时代的西十本王西红 还有巴山王二 就是这样的亚摩利王之中的两位 亚摩利的原意可能是三居者 或者是西方人的意思 西红的原意可能是除根 或者一扫而空的意思 他被摩西击杀的事迹 还有恶的原意是巨人或者场景的意思 那么这一些事迹都记载在 在民数纪二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我们继续看 约束亚纪二章十一到十四节 我们一听见这些事 心就消化了 因你们的缘故 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 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 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启示 也要恩待我父家 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 要救活我的父母 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 拯救我们性命不死 两人对他说 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 我们情愿替你们死 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 我们一听见这些事 心就消化了 那么这个是形容他们在听到有关 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事情 以及在河东击杀了两个王的事情 他们都心惊胆战 全无斗志了 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那么这个是形容上主是普天下 还有全宇宙的主宰 是全人类当敬畏的一位神 拉荷向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表示敬畏 承认他是诸天全地的神 在古代近东的宗教思想当中 这是将耶和华归入宇宙性神明一类 以他为具有大能的国家守护神 迦南人所听闻的报告显示 他能够影响天气河海疾病 还有动物世界 拉荷的话虽然反映了 耶和华的权柄还有能力如何令他们畏惧 却远非神信仰的表示 他没有宣称放弃他救的神 或表达平气的意愿 也没有向耶和华表示效忠 他只是向耶和华神求助 他对于律法的要求也似乎一无所知 也没有证据来证明他体会到此时 在以色列中所孕育的是个革命性的宗教系统 简言之 他的话显示他并没有摆脱多神观点的这个智库 他只是有认识全能的慧眼而已 当时人相信作为神圣战士的神明 会带来神圣的恐惧 在强大长盛的军队之前开入战场 埃及杜特摩斯三世的碑文当中 将这个恐惧归功于亚蒙瑞神赫人亚树 巴比伦的文献都各自有能使仇敌满心恐惧的神圣战士 扫罗向大卫承认 他明白大卫作王是神的旨意 接着他要求大卫启示不检除扫罗的后裔 同样拉和也向探子承认他明白了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 现在他要求他们启示不灭绝他和他的家人 当然就拉和的情形而言 由于他救了探子的性命 他的要求就更有分量 扫罗的情形却恰好相反 当时是他要追杀大卫 但是大卫反而放了他了 当拉和说完这个话之后 需要有回应 所以他们便开口 不过即使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话也只是回答而已 他们接受了拉和的请求 所用的言辞和他刚说的相反 他们最关心的是保密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秘密呢 耶利哥的首领已经知道他们是谁 以及他们前来的原因 一旦他们离开了城 拉和再多讲一些细节 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如果他开口只会对自己不利 因为这个无异于 暗示他向猜死说谎 又帮助过探子了 在耶利哥王所派来 击捕探子的人走后 拉和便上房顶去与探子说话 他的说话包含了 任性而要求 首先他承认上主的伟大 他为以色列人行了大事 并且在这个任性当中 他明显已站在以色列人的这一边了 因为他认识这位真神的伟大 所以他深信 耶利哥也要将为上主 交在他以色列人的手中 故此 他要求探子拯救他的父母 兄弟姐妹的性命 使他们不在圣战中 遭杀戮之灾 拉和的要求 是两位探子向上主启示 保全他和全家的性命 探子们也这样的诺言 声明他若不泄露他们这件事 就情愿待他们而死都愿意 在以色列人获得耶利哥时 恩待拉和的全家 那么我们今天 从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拉和 她是一个外邦女子 可是她却为了知道 以色列神 以色列的真神 是能够拯救他们全家 因为他知道 他们的这个耶利哥城 马上就要被打败毁灭了 所以他就向这两个探子请求 而这两个探子 也答应他的请求了 所以我们今天 就暂时谈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